呃 大家好 这一篇主要是跟大家说明这个 Mipony 这个 Mipony 这个白码下载器的 那个操作界面的 那个说明 那这一篇的 这个 网址 教学网址贴在YouTube的注解这边 我忘了说 回去 点一下就到这个页面 好 那这个 前沿的部分就是说 呃 大家到这边来看一下 那会使用那个 这个 Mipony这个白码下载器 应该就是 经常在下载免空 经常在下载免费网存 那个东西 那主要是卡在 那个 超多连结的时候 不好管理 比如说像 这个还算少 有一种是那个一次 因为那个 那个 有一种 它那个是那个 好像是Blue Red 的吧 Blue Red ISO 那一次都是四五十个吧 那个分 那个分压的 三十几个还是四十几个 那一种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用浏览器下 会 那个会混淆 会那个 会搓乱 那所以说 一般是用那个 下载器来 来下载的话会比较好管理 是这样子 好 那这边就前沿的部分 大家到这边看一下 那这个是那个 下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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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还没有装这个 米Po 你参考一下这一篇 就是上一篇 参考一下这个 进行下载安装设定 那边 到这边看 那 好 那这下载范例的话 我还会再补几个 就是补成四五个这样子 因为这个界面 你刚开始安装的时候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一定不熟 要操作过很多次 像这个 应该是大家都 那个老手的话 都用好几年了 因为它是2010年初的 那接下来是那个界面的说明 那就 那个 如果你没安装的话 就这边 到这边去下载安装设定一下 这样子 那这边主要是这个操作界面 那 这个东西 这边这一颗 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绿色的勾 我现在按一下就取消 再按一下就勾起来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白白的没有没有勾了 那我再按一下 有勾 这个是监视剪贴簿 监视剪贴簿 那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是剪贴簿 剪贴簿就是滑鼠右键复制 如果是文字 连结 代码 它会暂时的放到剪贴簿 好 比如说我这边copy 我这边复制一下 它到底放到哪里去了 就是放到剪贴簿 它会暂时的放到剪贴簿 好 这边 这个地方 要跟大家清楚的说明 要不然有时候 会到底 那个 在那边按来按去啊 copy copy copy来 copy过去 会 就是说你不知道 那个 就是说有时候 你没有 那么的清楚的去了解 它这个功能到底是什么时候 就是突然 这个地方你不小心按错 没有注意到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没有办法copy了 我白马下载器有启动啊 这些连结怎么它不会加 我到底哪里出错了 会不知道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 什么是剪贴簿的话 啊 我这个地方按钮 不小心点 没有点到 这个 就是剪贴簿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 在 这个 白马下载器 这个 你开启的状态下 它会监视 注意看一下这两个单子 这个两个中文字 监视 你 那个 那个 copy的那个连结 是不是有免费空间的那个网址 好 是不是有免费空间的这些网址 它支援的大概有50种以上 50种以上的 50种以上的那个免费空间 它只要出现这个网址 它就会自动的把你加入到这边来 自动的把你加入到这边来 我这边做一个示范 滑鼠右键 复制到连结网址 注意一下 只要 我 右键复制 文字连结或者是代码 它会暂时放到剪贴簿里面 那这个监视剪贴簿的意思就是 它会直接 那个 比对 比对 是不是有 这个白马下载器 支援的那个空间 它支援的空间有多少 有这些 这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M哪一个 MNOPQ M 有没有 有 在这里 这是以前的名称 但它现在也是 有 有没有 这个 那个 有 看一下 它就马上加进来 是这样子 马上加 它的意思在这里 它的意思在这里 那跟大家说明这个监视剪贴簿的用意是在说 突然不小心按错 不知道按到什么地方了 突然没有用 诶 怎么 这是关系到后面有一个操作 后面有一个操作 比如像这样子 这边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 滑鼠右键 这边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滑鼠右键 它会自动的把你加入到这里 那注意看一下 现在是那个 预设是这个 这个 这个是内键的浏览器 那 这个页面 你只要有连结 你只要滑鼠右键 那个 复制 这个 有连结 复制 连结 网址 它 会COVID到剪贴簿 它监视剪贴簿 比对到那个网址 就是说它有支援的这些免空的网址 它就会自动的加到这里面来 加到这里来 这样子 加到这里 这个页面的意思在这里 看一下 马上加进来 这个 它的意思在这里 这个 这个按钮的意思在这里 那这个页面 它的 这个页面主要是这个下面这个 因为这个 下面这些按钮 用图文解说很难说 很难说明 这里的按钮 那非常难说明 所以说 这个视频主要是说明下面这些按钮 因为这个监视剪贴簿 谁都会用 你只要滑鼠右键 它就会自动夹进来 这样子 那这个按钮的意思就是 贴上并侦测连结 好 这个是这样子的 有一种 那个 连续的那一种的 那个 爆多的 那个是要先暂时的 你可以先暂时的关掉 先暂时的关掉 像这样 好 复字 黄字 清楚文字 注意一下我是清楚文字 这样子的 呃 贴上并侦测连结 OK 好 这个总的 像这样子 贴上并侦测连结 这个 这个 那个 复字 红字 贴上并侦测连结 诶 怎么 诶 那个 它应该是要 哦 它是 它会直接把那个 弄掉 哦 那这没有办法 侦测的 哦 这个是侦测连结 应该是 只有那个 贴上 那这个 它不是那个 一行一行的 然后 那个是 别的那个 那个下海器 那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说有一种 那个 那个 不锐的那一种的 四五十个那个连结的 你就是这样这样子 然后 那个 发属右键 copy 这样子 发属右键 copy 然后在这边 贴上并侦测连结 这样子 它就会是 自己分析了 这样子 好 好 它会自己分析这样子 好 这边这一串这样子 然后这 再来下面这边 我们把它打勾 它真 抓出来了 在这里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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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 这两个是联动的 上面这个 那个 视窗是指 连结的部分 是指连结的部分 下面的视窗 是指 档案选取的部分 我这边有写 那个 档案是分享 连结代码 那下面是指 选取的 选取你要下载的档案 这样子 选取要下载的档案 那一种的是 有一种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边把它区分成三种 三种来说明这样 选取 然后轻功列表 这样子 一种是这个 一个一个的 好 一个一个的 像这样子 你就把它加进来 我开 开一下 加进来 加进来 那个勾一下 这边 再 再勾一下 好 这边第二个 再勾一下 好 你要勾一下 这样子 这是一种的 这是一种 一个一个的 好 然后这一种呢 是那个资料夹的 好 资料夹的 三个 一样 勾过 三个 按一把勾一下 选 选 选 这边 下面的这一个是指 你要勾选下载的部分 就是 注意看一下这边 是指的 是下面的 视窗 你要勾选 哪些档案做下载 好 这边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清除文字 这个是清除文字 我刚刚按了很多次这样 因为你有时候那个 很乱 可以把它清掉 这边 这样子 那你这边的档案 错 一样也可以 你全部勾选 你全部勾选 这样子 比如说像这个重复了 重复 我不要下 那我下这三个 这样子 你可以单独勾选 那这边是档案名称 看一下这里 档案名称 这也是指 那个这边的 下载的连结 过来这里 档案大小 档案大小 然后档案的状态 有没有连到这样 空间的名称 这样子 然后这个四窗 其实这样预设四窗是OK的 那你可以这个 那个四窗的那个 右下角可以拖拉一下 这样子 那再来是这个地方 中间 有一个分隔线 也可以拖拉 因为你有时候那个东西太多 你可以拖拉一下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那 主要是说你第一次 用那个白码下载器 或者是你 比较深数一点 是你要注意一下这边的按钮 上面的是这个 代表档案分享灵结的代码 在这里 那下面是指 选取要下载的档案在这里 那勾选的框框在这里 那这个上面的是这个 那个我们可以叫任务列表 那有的地方是叫清单 它会列出来 有的地方是叫清单 那这边我是叫任务列表 它是一行 每一个就是代表一个任务 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一样 任务列表 这样子 好 那主要是看一下 因为这个按钮都是那个中文 很好 很好理解 这样子 那这地方我把它拖拉一下 好 高一点 这样子 那这个是贴 那个预设是自动的 预设是自动 它会贴 那你这个地方关掉 你要一行一行的 那个描的话 也没有 就是我前面的操作 我这关掉 我这样 诶 比如说这个我不下 我下这个 这样子 然后复制过来 贴上 并侦测 这样子 或者是滑鼠右键 贴上并侦测 是这样子 它这一个怎么 那个 它会自动的 这个 怪怪的 它应该是那个贴上并侦测之后 像那个 可能是一个bug 有没有 像这样子 有没有 勾 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 这个有 这样子 那个 又有bug 啊 没关系 就全部清掉 重来 勾选之后 那个 填一下清空列表 这样子 好 重来一下 好 那个 没有加入 没有加入 大概是个bug 因为我那个按来按去 它那个错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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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清空列表 清空 这样子 好 好 好 那主要是这个 知道 怎么用就好 这样子 那这个 有没有看一下 这三个勾 没有勾 因为它是那个目录的方式 你这边把它勾选一下 或者是直接这边全部勾 那这个按钮是取消全部勾勾 那这个按钮是取消全部勾勾 这样子 那这边是下载所选取的档案 这边 好 那主要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界面是跟大家说一下 好 这个 新增连结这个 上面的是指那个 档案分享连结 那下面是指这个 选取要下载的档案 那 这个可以拖拉一下这样 那还有这 右下角也可以拖拉 那再来是这边的按钮 大家可以点击一下 这样子 那 有时候你按错还是什么的 你不需要这个连结 点一下这边清除 这样子 那这边的是 那个全选 取消勾勾全选 这样子 那一样清空 这一颗 这样子 好 选取下载的资料夹 这是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我没有用过 我看一下 选取要下载的 好 这个 这个应该很少人在用啊 主要是只要知道这个 你选取的档案 好 这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那个管理页面啊 好 它会被那个储存到哪里 这样子 这是一个那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页面 好 好 那 选择 选好之后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会在这边 那个 下载范例都会说明 直接点这一颗按钮就可以了 好 好 点击这一颗按钮 它会 到这个 换这个页面 到这里啊 开始下载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是说明这个页面 这样子 那这个页面是这边的按钮 这边的按钮 看一下 好 好 这一颗 是指那个上移 不是 那个移到顶端 比如这个是001嘛 是要先解压这个嘛 移到顶端 这个 好 这个是上移 某部分上移 好 比如说这个 这个 那这个是移到底部 好 这个地方我要单独上移 这样子 那注意一下是要 你点到的时候 它是要那个浅蓝色 是代表我现在要处理的任务 在这边 上移 下移 好 顶部 底部 这样子的 然后再来是 那个开始 那一般是全部暂停的 好 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 会不会用到 会用到 有一种情况是直接卡住 好 这个是卡住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我忘了在 呃 那个 我在这边会解说啊 好 那个 这边会解说 这样子 这个是卡住的问题 就是说 有时候你 那个下载某个东西 卡住不会动 一直卡在那边 那个一小时 两小时 奇怪 它就是不会动 那个就是 你被踢掉 那个 你的那个 连接数 那个 你被踢掉 你没有连上 你只要重 重连 那个伺服端就可以了 这样子 好 先 点停止 然后再全部开始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 好 好 好 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是暂停 也可以 就是针对 那个 单独的一个部分 暂停 那个 越故障 那没关系 只要会这个停止就可以了 好 它这个暂停没有功能 然后再点全部开始 就是让那个 跟那个伺服器重连一次 好 这个地方 大家要知道一下 有那个卡住的问题 卡住的问题 就是你被 那个 伺服器给踢掉 那个 网纯的那个伺服器 踢掉的时候 你只要点 暂停 再点开始 让它重连一下 这样就OK了 这样子 好 这个地方会用到 那这边的按钮 是那个上语 跟下语 那这个地方是指那个 有没有 你那个 有时候下载那个 能光 Blu-ray的那个 ISO 那超多档案的 就会用到这个 你仍旧可以离开了 好 这个地方 你就给它点击 点击它确定 它就亮 亮红灯了 这样子 当所有任务下载完之后 自动关机 这个会用到 就是你有时候那个任务要下很久 你就直接给它挂住 这样子 那尤其是像这个空间的 它那个每小时只有下100米左右 你只要下载那个 一局左右的那个容量 你要挂七个小时 还八个小时 就是一个档 一个那个分割档 就是那个免费的那个用户的话 那挂非常久 那你就只能用这样 你人就可以离开 就挂着 那只要下载完之后 它就自动把你关机 这样子 好 好 这样子 这个按钮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我没有再用 那这个是清楚已完成 那这一般是 也可以按 就是你当时在处理 它这个地方 在这个设定这边有啊 就是关闭前 清楚已完成的任务 这边已经有了 这样子 就是你关闭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 完成的任务给清除掉 只是说 你要知道一下 这边有一颗按钮 清楚已完成的 这样子 在这里 好 那我这边在 那个 我原本是要用这一颗 这个空间做说明 那个 弄错 好 先全部暂停 好 就重复再来说明一次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一下监视剪贴簿 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边 我前面已经有说明了 这样子 好 那再来是这个新增连结的部分 呃 那个 错 那个 第一个 那个要 没有没有 对 这个连结的 这个地方 再来是新增连结这地方 那新增连结 你点到这里的时候 在预设是会自动点的 你只要滑鼠右键 那个 这个地方开启 那个 监视剪贴簿 它会自动夹 好 自动夹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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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 还有一种情况是 那个 那个 界面调整 好 界面调整一下 这里要 调整一下到你的 那个 适当的 那个 位置 然后中间的 这个分隔线 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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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比较好检视 这样子 好 那再来是 那个 有三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是你个别的 那个 家 个别的家 这样子 个别的家 这样子 好 个别的家 这样子 好 好 好 那有一种状况 是那个 MAG的 他是目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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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加进来以后 他是目录的 他不会勾 你要 那个 全旋一下 这样子 全旋一下 清空列表 这样子 那个 再一次 点一下这边 再一次 全选 这样子 注意一下这边勾勾 这样子 好 之后就点一下这个下载这边 他就会跳到这个下载页 这样子 那还有一种状况是 那个 好 这边 呃 那个 还有一个 那个是 你不要下载了 那个 就是 那个 取消啊 就是 取消这样子 好 是右键取消 这个 我刚才忘了讲 没关系 知道一下 那个 就好 那还有一种状况是 这个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就是 就是那个一整排这样子 呃 应该不止啊 就是 非常多 那个 那个 蓝光Blu-ray的ISO 非常多 那 你就是滑鼠右键 复制 应该不止啊 那个 故障 没办法 好 复制 这个 复制这个 不是复制链接 复制链接只会一个 没有 没有错 是复制 复制 复制 好 他会把那个HTM 那个 一堆乱码 但是 这个地方你要 那个检测 好 你只要勾这 哦 他把你勾好 这样子 要注意一下 检查一下 他侦测到档案 这样子 好 好 好 就是三种状况 这样子 好 取消 全部够够 那个 清空 那在底部的是有说明这个空间 这个范例 他这个空间的范例我会另外在这边说 他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他一次只能一个 就看一下这边的说明 他一次只能一个 因为我会用范例 因为我会用范例 那这个空间是不能这样下的 这是不可能的 那个复制 好 贴上 好 有时候那个出错没有办法侦测到 就贴上 这样子 他是不能一次这样子 这样子 他会直接满提掉 他一次只能连一个IP进去 好 这样子 这个空间 他要求的比较严格一点 他不能让你一次同时下载太多 这样子 好 那这是那个 好 接下来是那个 那这边按钮的部分就是 那个大家可以点一下 因为都中文 你就直接 因为这个地方 那个其实很无脑 只是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还有这些按钮可以用 因为到后面是怎么样 你就是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加进来 然后看了一下这边有没有勾 勾一下按一下这边 这样子而已 只是说 让大家 这一篇就是说 跟大家说一下 还有这些按钮 这样子 他的功能在这里 那你要注意一下 看一下他每个按钮的功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那个错乱 没有出现嘛 你要知道一下下面这些按钮的操作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边的操作 这边的是 这些按钮的操作 那主要是 那主要是 这个上移跟下移嘛 还有有时候 那个卡住不会动 有时候 那个完全不会动 那那个下载速 有没有 那下载就卡在那边 完全不会动 那没有办法 你就是按暂停 全部停止 全部停止 全部停止之后 再点 启动 就是说 让他跟那个伺服器重连 重连之后 他会去提别人 他不会踢你了 就是太多人连的时候 他就开始踢 踢嘛 那刚好你被踢掉 踢掉就是卡住了 那你就是重连 你重连进去 他就会踢别人了 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 就是先暂停 大概隔个十几秒 二十秒 甚至三十秒之后 再重连一下 好 那再来是这个 因为那个 比如说是 下载这个空间 这个 这个 那个 Gator Gator 这个 Rypegator 多了一个A Rapid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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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那个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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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他那个下载有没有 要 他那个大一点的容量 都要 要不要下非常久 下非常久的時候 或者是你下載那個 那個很多的 檔的時候 要下載非常久 那個時候你就要那個 用到自動關機 這個功能 就是你人可以離開了 你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大家時間到他就下載完之後 他就直接那個電腦下檔 關掉這樣比較省電 這樣子才不會在那邊長期 掛在那邊 這個按鈕這樣子 那這個是那個清除已完成的 那一般的話是會 那個你離開的時候他會自動幫你清掉 這樣子 這邊這個 那再來是一些操作 就是那個滑鼠右鍵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弄錯了 還有這邊 那個旺縮 就是說這個地方你可以調整一下 比如說那個檔案名稱 超級長 看不到那個 你下載的第幾個 你這邊可以拉一下 他會出現那個中間的橫桿條 拉一下 調整一下 然後這邊也可以拉一下 這樣調整一下 儲存的位置什麼的 這樣子可以拉一下 好 那個比如說這個地方我不需要下載一個 我下過 取消 好取消 這樣子 那也可以重新下載 這邊有沒有 有一個重新下載 就是重新跑了一次 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點一下 開始停止 這樣子 好取消 這樣子 可以 這邊都有 就是這邊的按鈕這樣子 只是他這個取消的這個按鈕沒有做出來 我們就是這邊從這邊按 就是我不要下載 那這按鈕應該要做出來的 對 他沒有弄出來 好 這邊按一下取消 這樣子 好 就是這些功能這樣子 好 好 這邊的 還有什麼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白馬下載器 一用就是要好幾年 如果你經常在下載這個 好 這裡面那個論壇 這裡面的這些的論壇 你經常在逛的話 他們會用那個一些免費空間 那 那裡面的人就是 也是推薦使用那個白馬下載器來下載 這樣子 好 OK 那這段視頻就解讀到這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此段視頻